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超出一辆正常的小轿车能够携带的重量 必须是专业的运超车 一辆才勉强可以装得下 所以 此外 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这种情况也是非常严格的规定 一次性取出超过20万现金 就会被认定为是大额交易 如果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出大量现金 就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 银行工作人员会将这些情况汇报给有关部门 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调查这个取款人的信息 并且再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而取出这么多现金对银行也是有很大损失的 一个亿的存款对一个银行的支行确实很重要 甚至可能影响到客户经理的职业生涯 可能因为你取走一个亿的存款 客户经理被降级 甚至由于业绩不达标而被解聘 支行行长可能因为业绩不达标而降级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呀 视频元素来自于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